无论是自然光投射的斑驳光影,还是随意做出的家常菜,都是最本真质朴的。 往往最能疗愈人心的不是复杂的东西,而是一份简单与纯粹,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纯粹的热爱。 大家好,我是阿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平淡又很有深意的日剧。 五季家的料理人,季代从小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祖母是个天才料理师,做的一手好菜,每天都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 国中毕业之后,季代选择离开和祖母一直生活的地方青森,去京都追求自己的梦想。 离开家她最舍不得的应该就是祖母的美食了,好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有好友小景相伴,才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刚出门,祖母就拿着刚做好的度围追了出来。 季代的睡相不好,京都的冬天又格外冷,所以要用围着围度睡觉才不会感冒。 京都是个风景优美又繁华的地方,街上到处都是装扮夸张又隆重的武技,两人两眼发光,满满的都是羡慕。 这也是他们来到京都的目的,成为一名武技。 他们来到之前联系好名为硕的武技馆, 那里是专门培养武技的地方,有很多成名的武技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而刚入馆,他们就上了第一节课,武技的打招呼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调,小景一点就通,而季代怎么也学不会,还把教他们的妈妈桑带偏了。 在那里要叫老师妈妈,叫前辈姐姐,虽然不是一家人,也要团结友爱。 屋子四人一间,两个上下铺,一个已经有了人选,知道季代睡相不太好,小景特意选择了上铺。 正收拾着东西,一个女孩走了进来,她就是妈妈桑跟他们说过的梁子,除了他们两个之外的另一个学徒。 梁子性格非常古怪,总是吐槽妈妈桑们招学徒是为了当佣人使唤,照顾那些已经成为武技的前辈们。 还劝他们趁着没有开始学习武技的课程,赶紧离开。 但这些话并不能让他们退缩,反而让他们更加坚定留下来的决心。 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相互支撑,就一定可以坚持下去。 可事实证明,在武技方面,季代真的没什么天赋。 三个月了还没有学会武技用语,插花怎么学都插不好,打鼓和所有人都不在一个节奏上, 跳舞时也总是忘记动作,而且舞姿很是滑稽,让人忍不住发笑。 后来为了不让他影响别人,每次舞蹈课妈妈桑都让他在一旁坐着。 妈妈桑找他谈话,认为他学不会是因为没用根本好好学, 如果他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是没有办法成为一名武技的。 他并没有把妈妈桑的话放在心上,小锦却看在眼里,挤在心里。 每天为他感到担忧,他却总是吃完一顿饭就开始想下顿, 似乎这些事根本没对他造成影响。 他们做学徒平时也负责管理的后勤工作, 帮助管理的厨师做饭是寄带最喜欢的事情, 而小锦总是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学习上, 还偷偷跟着负责管理的舞技装扮的老师, 去了前辈白子的家里帮忙,希望能从白子那里学到些东西。 白子也是从朔馆走出去的舞技, 现在已经在京都小有名气。 白子表演的时候,小锦也跟了过去, 在角落里观察着白子的每一个动作和神态, 某一瞬间他好像看到了自己表演的样子。 转眼间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小锦已经成了所有前辈看中的对象, 而鸡蛋还是没有丝毫长进。 妈妈们都认为他不适合做舞技, 商量后决定让他离开朔馆, 回到青森继续上学,寻找别的出路。 听到这个消息,鸡蛋非常沮丧, 但不是因为不能做舞技, 而是因为不能再陪在小锦的身边。 他强忍着难过收拾行李, 小锦看到后很是伤心, 又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认为鸡蛋是因为没有用心才一直没有长进。 哭着求他去找妈妈们保证, 以后好好练习。 见鸡蛋无动于衷决定自己去说, 却被梁子拦住了去路。 梁子也看得出来鸡蛋不是做舞技的料, 再在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 这些话点醒了小锦, 其实他一直都明白, 只是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放弃。 而此刻他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 他们终究还是要走向不同的道路。 鸡蛋将要离开的前一天, 两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 他们正在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 听到一阵惊呼。 原来是一个舞技为了做饭, 差点把厨房烧了。 前几天, 管理做饭的阿姨突然扭伤了腰, 请假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舞技们的饭菜没了着落, 只能每天点外卖。 为了不破坏妆容, 舞技们只能点他们专门吃的三明治, 与正常三明治做法都一样, 只是会切得很小块, 一口一块。 过了好几天, 只能吃同一家店三明治的生活, 舞技们都觉得很厌烦, 于是就想着自己做饭改善生活。 没想到弄巧成拙, 差点酿成大祸。 现在晚饭彻底没了着落, 正当妈妈和舞技们为晚饭担忧的时候, 寄带自告奋勇为大家准备晚餐。 将原葱切成丝和鸡肉一起炖, 炖得差不多之后把打散的鸡蛋倒进去一部分, 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之后把剩下的鸡蛋倒进去, 然后放上新鲜的豆苗就出锅了。 浇在米饭上, 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 大家尝了之后连连点头, 虽然味道很普通, 但让人有种心安的感觉, 打心底里觉得很幸福。 看到大家满足的样子, 鸡蛋的脸上也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妈妈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让鸡蛋留下成为硕管的料理师。 找到了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工作, 鸡蛋很是开心。 其实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并不是做舞技, 只是不知道做什么就被小锦拉来这里。 为了陪小锦实现梦想, 一直坚持着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现在她终于阴差阳错, 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次也算没有白来。 做料理师每天要早起, 为了不打扰到舞技们休息, 她搬到了阁楼上。 虽然阁楼的那个房间很小很暗, 但每天都能看到月亮也还不错。 夜里她提前为舞技们做好饭团, 然后一个人独自上了山。 为之后的料理事业祈福, 上山的路很暗, 但人很多。 祈福日的这段时间, 大家都拖家带口来祈福, 中途休息的时候, 遇到了来祈福的一家人。 最小的孩子看起来只有三四岁, 他将带来的饭团拿出来分享。 吃过饭团后, 大家都有劲了, 刚刚还闹着回家的小朋友, 此刻已经改变主意, 要继续上山了。 大人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觉得祈带的饭团有魔力。 爬到山顶非常艰难, 但祈带没有放弃, 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祈福完成后, 回到寿馆已是清晨, 担心他的小景早早起床, 在楼梯口等着他, 和他一起把求来的福挂在书房的墙上。 一夜未眠的他, 还有些充沛的精力, 洗了把脸就开始为武器们准备早餐。 妈妈为了鼓励他好好工作, 还亲手给他做了新照衣, 让他觉得很暖心。 后来的每一天, 鸡蛋和小景都会起得很早。 小景在天台上练舞, 鸡蛋在厨房准备早餐,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还有好朋友的陪伴。 这种生活让他们感到幸福和满足。 味增汤加半秋葵, 还有嫩嫩的厚蛋烧, 烤鱼也要安排上, 浑素搭配。 虽然都是些简单的料理, 却能让武器们吃到家的味道。 当武器们都出门工作之后, 鸡蛋就开始研究新的料理, 将煮得半熟的梅子放在阳台上晒干, 而这个晾晒的过程要持续三天。 期间一定要紧盯着天气预报, 以防梅子被雨水淋到。 半赏时, 寿管来了一位名叫吉子的不速之客, 进来后很是随意, 看起来对寿管很熟的样子。 鸡蛋看着他一脸疑惑, 吉子这才介绍起自己的身份。 他也是从这里出去的武器, 和白子是同一期的, 但没有白子优秀, 甚至是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武器。 后来他离开了寿管, 从那之后便不再做武器了。 这次回来是因为改变了心意, 想祈求妈妈们让他回来继续做武器。 但妈妈们有事出远门, 短时间内不回来, 他就自作主张地住在寿管。 妈妈们回来后看到他, 就明白了他的意图, 弃他半途而废, 装作不认识。 奈何他带的礼物都是妈妈们喜欢的, 男人手短也不好意思不让人留下。 但武器不仅要学习很多东西, 还有些很严格的要求, 禁止使用手机就是其中一个。 不但如此还不能去便利商店。 相比之下, 鸡蛋就自由多了, 可以每天出门去采购做饭的食材。 不久之后, 常去的几家商店都认识他了, 会特意给他留新鲜的蔬菜。 小景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 一直跟着白子东奔西跑去表演。 两人相处得很融洽, 白子很看好小景, 所以经常提点他, 还给他画从来没画过武器妆。 小景很好奇, 白子在决定来做武器前想做什么。 白子想了想, 除了武器他好像没什么想做的, 武器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小景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像白子这样厉害的人, 白子自嘲道他才不厉害, 为了做武器放弃了很多东西。 厉害的是吉子那样的人, 敢于开始, 敢于放弃。 他问起小景有没有喜欢的人, 小景的脑海中出现一个身影, 那个男孩是他和季代共同的好友建泰。 他对建泰的喜欢一直藏在心里, 因为他知道建泰喜欢的人是季代, 每次三个人出去玩, 建泰的眼里就只有季代, 根本看不到他。 想到这些, 心里不免有些伤感, 但很快紧急事件的发生, 让他没办法伤感下去。 白子的两场演出撞了时间, 一边结束后就赶紧赶往另一边, 幸好有吉子临危不乱, 帮忙救场才没有得罪客人。 因此妈妈们决定, 让吉子重出江湖开始表演。 日子平静地过着, 既带用心准备每一顿饭菜, 在寿管工作的这段时间, 厨艺也有不少长进。 一天晚上他又研究新菜品, 吐司切块和鸡蛋搅拌在一起, 放入烤箱烤至表面焦黄, 然后淋上提前熬制的焦糖, 不仅外观好看, 吃起来还有布丁的口感。 没想到武技们闻到香味蜂拥而上, 吐司烤蛋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看到这场景, 鸡蛋觉得很开心。 原来用料理给别人带来快乐, 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剑太马上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棒球比赛, 鸡蛋和小景去寺庙为他祈福, 希望他可以顺利进入甲子园。 难得有时间一起出来, 他们不想那么快回去, 就去餐厅吃了松饼和咖啡。 一顿甜点就让两人感到无比的满足, 正当两人从餐厅出来商量着 要不要去吃寿司的时候, 碰到了独自一人来祈福的白子。 看到白子那么认真, 也没有上前打扰, 悄悄离开。 白子之所以去祈福, 是遇到了感情上的问题。 男友的事业有了新的提升, 要去东京闯一片天地, 希望白子能一起去东京, 开始新的生活。 因为他一直觉得, 白子应该放弃武技的事业。 白子问男友喜欢他什么, 男友回答说喜欢他的一切, 可连他跳舞都没看过的男人, 怎么敢说喜欢他的一切呢? 白子无法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 那就只能考虑放弃爱情。 小景的父亲突然来寿管拜访, 看到女儿的生活环境很是心疼。 在家里小景从来都是一个人睡, 现在却要跟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 况且他一直觉得武技不是正经的职业, 也不支持小景做武技。 现在又看到这样的场景, 更加觉得小景不适合成为武技, 想要把小景带回青森。 妈妈们建议小景父亲看过小景舞蹈学习的过程, 再做决定。 因此父亲去了小景上的舞蹈课, 看到小景认真的样子, 内心产生动摇, 来自质疑自己对武技这个职业存在歧视是否正确。 小景正在为自己的梦想和父亲抗衡, 鸡带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些美食给他加油。 小景父亲在吃过鸡带做的美食后, 突然泪流满面。 在售馆的这几天改变了他之前对武技的看法, 也让他看到了女儿成为武技的决心, 决定放手让女儿追求自己的梦想。 小景送父亲离开, 送上了求来的护身符, 父亲却让他送给鸡带, 用来当作吃到美食的谢礼。 他向父亲承诺, 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武技。 父亲却告诉他, 你不必成为最棒的, 别让自己活得太累, 太有压力。 小景这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对武技的歧视, 不是父亲阻止他实现梦想的理由, 不想他活得太累太辛苦才是。 入夜, 大家都进入梦想, 忌惮还没有休息。 妈妈站在背后看着他忙碌的身影, 问他能不能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 他有些迷茫地点点头, 为妈妈做了一杯四叶草图案的咖啡, 四叶草代表着愿望。 小景, 健太, 梁子, 吉子, 白子,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愿望和梦想而努力, 这让他很是羡慕。 潺潺的流水, 被风吹得沙沙响的树叶, 他们应该都有自己的愿望。 而他的愿望是什么呢? 他还没有弄明白, 但他相信自己, 总会有弄明白的一天。 小景去舞蹈室的时候, 白子正在跳舞, 看到出来那支舞蹈表达的是很悲伤的情绪。 将舞蹈的妈妈告诉小景, 白子跳的舞名为黑发, 描述的是魂牵梦营的恋人, 从未来到自己身边, 而现实却是一个人孤独入眠。 跳车之舞很有难度, 太过于表现男人的话, 舞蹈的格局就会变小, 要表现出看不见的东西, 而过于表现也不行。 白子将这支舞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小景不禁感叹, 我什么时候也能做到这样。 前方的路一定是艰辛的, 但他一定会坚持下去。 从那之后, 小景变得更加努力, 从来不放过任何时间练习舞蹈, 就连吃饭的时候也在努力。 在所有的舞技们都在聊喜欢的男生时, 他在乎的是如何把舞蹈跳得更好。 当季带被问到喜欢的男生, 他的回答和小景差不多。 现在他的最爱只有锅和勺子。 小景听后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们都有热爱的东西并为之努力着。 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真好。 季带做饭的时候, 吉子和妈妈在一旁聊天, 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婆媳问题。 正讨论的激烈的时候, 术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吉子的丈夫。 原来前段时间, 吉子丈夫去外地出差, 留下吉子和婆婆单独相处。 两人因为性格和生活习性都不同, 发生矛盾。 吉子一气之下离开家回到寿管。 来到寿管的目的就是接吉子回家, 但吉子并没有离开寿管的意思, 只想和丈夫离婚, 开始新生活。 与白子谈心的时候才知道, 前几天白子的男友自以为白子会放弃一切, 跟他去东京生活, 所以跟白子求了婚。 而白子并没有拒绝, 但也没有答应。 两人聊起婚姻对于事业的影响, 很多人都说, 结了婚, 记忆就会倒退。 白子对这个问题表示怀疑, 但也不得不承认受了影响。 说到底, 他就是害怕记忆倒退, 才没有答应求婚。 为此, 他又陷入无尽的纠结之中。 他像曾经和自己一样, 有过这种纠结的妈妈请教, 到底该如何选择。 妈妈没有正面回答, 想让白子遵从自己的内心做决定。 当白子看到正在练舞的小景, 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为梦想努力的影子。 他纠结很久的问题, 突然有了答案。 他被邀请去一场送别会表演节目, 把原本要跳的舞蹈改成了黑发。 路上他叮嘱小景, 以后如果谈恋爱的话, 一定要谈一场真正的恋爱。 开花结果并不代表真爱, 没能走到最后, 也不代表不是真爱。 在爱上别人之前, 要先爱上记忆。 和记忆的恋爱结束后, 再去爱人也不迟。 这些话深深地刻在小景的心里。 看着台上的白子, 小景终于理解了那支舞的真正含义, 不只有悲伤, 还有坚强的意志。 结束之后, 白子很严肃地告诉小景, 你一定要成为硕馆里最棒的舞技。 小景所有的努力都被妈妈们看在眼里, 于是妈妈们决定让小景结束学徒之路, 成为一名真正的舞技。 小景听到这个消息, 很是激动, 等不到出去泡澡的基带回来, 就夺门而出, 冲到基带的面前, 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基带。 基带听到后的那一刻只一瞬间的愣神, 随后高兴地欢呼起来, 甚至比小景看起来还要激动。 他很期待小景化妆后的样子, 不用想, 一定非常漂亮。 小景希望在自己成为舞技的那一天, 可以吃到基带做的专属舞技三明治。 而这对于基带来说是小菜一碟, 他不但会在小景成为舞技第一天做, 以后的每一天都会给小景做。 经过妈妈们一夜的思考, 小景终于拥有了艺名百花。 基带还不适应小景的艺名, 所以在所有人都叫小景百花时, 只有他还在叫小景原来的名字。 到真正成为舞技的这天, 小景内心激动过后, 不免有些紧张。 坐在梳妆台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害怕他因为化太久的妆感到肚子饿, 白子特意为他准备了三明治, 但小景却不想吃。 说要等到自己能做真正的, 能够独当一面的舞技, 才会吃这种舞技的专属三明治。 白子看出他的心思, 知道他是想等着吃鸡带做的三明治, 被拆穿后, 小景只能点头承认。 白子总是在小景嘴里, 听说鸡带的名字, 直到来到寿馆才见到鸡带本人。 他捏着鸡带的脸仔细观察,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之处, 不明白为何小景为何如此在乎鸡带。 白子来得很适时后, 鸡带刚研究出了新菜品, 奶油炖菜。 白子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感到新奇便决定留下尝尝。 当白子尝到鸡带做的饭, 才看到鸡带身上存在的魅力。 日复一日地在厨房烧火做饭, 每天还能保持很好的心态, 研究新菜。 白子很疑惑, 难道不会觉得腻吗? 鸡带仔细回想, 他并非日复一日只做一件事, 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每天出门之后就会想一下要做什么, 每个武器喜欢的食物, 或者对餐食的要求, 他都记在心里, 然后去不同的商店买不同的蔬菜, 就算是同样的蔬菜, 同样的调料, 因为天气的变化也会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每次做饭之前, 他都会对食材们说,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这些独特的见解, 彻底改变了白子对鸡带的印象和看法。 在有能力独自演出正式出道之前, 小锦还是要跟着白子学习一段时间, 所以小锦的第一次演出, 是在白子的带领下完成的。 5G的头饰很是复杂, 整套坐下来要几个小时。 为了便捷, 头饰要保持一周才能拆, 所以在这一周里, 为了防止发型弄乱, 5G们都要趴着睡觉。 成为5G的第一夜, 小锦过得很煎熬, 直到半夜还没有睡着。 鸡带早就猜到, 这一夜他肯定睡不着, 所以提前为他煮了帮助睡眠的甜酒。 有了鸡带的甜酒, 这一夜也就没那么难熬了。 为了鼓励小锦, 妈妈拿出自己当年的招客牌, 上面原本写着初恋的名字, 如今也被岁月抹去痕迹。 妈妈也难得说起了自己的初恋故事, 大家听后都被故事所感动。 得知妈妈的初恋也是一位表演艺人, 便带着妈妈的招客牌去参加演出, 让对方将自己的名字再次写到招客牌上, 还把人带到了妈妈的面前。 时隔几十年, 初恋情人再次相见, 都难掩内心的激动, 众人看到这个场景都纷纷离场, 给两人一个单独相处的空间。 回想起当年他们都还是懵懂的孩子, 这把年纪还能在此相见, 真是难得。 他们猜想, 如果早点遇见, 有可能就走到一起了, 而这些如今说起也只能当作玩笑话了, 但他们的故事已经在后背那里流传成一段佳话。 圣诞节来临, 季代做了新的蛋糕, 当作送给小锦的圣诞礼物, 而小锦也送了圣诞礼物给季代, 是一张商店的抽奖券。 季代一直想要一台面包机, 而那台面包机就在长区的商店的抽奖台上, 及其十张才能参与抽奖, 而季代已经攒够了八张, 加上小锦送的还差一张。 眼看就要到抽奖的截止日期, 季代都已经准备放弃了, 梁子突然拿出一张, 那是他特意为季代带回来的。 次日一大早, 季代就来到商店抽奖, 满心期待能抽到喜欢的面包机, 结果却中了一箱产自青森的苹果。 但他只是一瞬间的失落, 转念一想, 做些苹果派也不错, 至少这些苹果还是有用的。 社馆里的所有人都回家过新年, 但小锦和季代没有回青森, 他们把彼此当作亲人, 所以只要两人在一起, 在哪里过年都一样。 倒数的钟声结束后, 意味着接下来就是新的一年。 没有回家也要有丰富的年夜饭, 季代做了一大桌子美食和妈妈们一起分享, 也有种在家里过年的温暖, 对着灶火许愿, 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快乐。 年假只有两天的时间, 结束后, 五季们都陆续回到寿管, 但也有人借此机会结束了五季生涯, 回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但这也影响不到其他人的心情, 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五季和亿季这个行业, 每年过完圣诞都会聚在一起, 举行新一年的颁奖典礼和开业典礼, 季代没有办法去现场, 只能守着电视观看。 白子又一次获得了最佳五季的奖项, 加上这一次, 他已经连续六年得奖了, 而在被记者采访今后的规划时, 他借用了季代说过的话, 把所有的一切都当作新事物去对待, 对他们说, 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季代听后, 除了心里激动, 还有满满的感动。 严寒时期是吃炸年糕的好时候, 将一大块干年糕敲碎, 直接放到油锅里炸, 然后将炸好的年糕沾上一层酱油, 最后一步撒上一些细盐就可以吃了。 而当所有人都围在一起吃年糕时, 小景却在一旁闷闷不乐, 没有尝一口就说要回房间, 结果刚站起来就差点晕倒。 季代将他扶到床上, 帮他量了体温, 才知道他发烧了。 发烧的人没有胃口吃饭, 季代忙完之后准备给小景煮白粥。 妈妈从外面回来后, 建议他煮乌冬面, 因为在京都,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都吃乌冬面, 这给了季代很好的灵感, 他决定自己研制一种乌冬面。 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鱼饼, 又在商店老板的指引下找到一家老店, 专门卖煎鱼干。 店主是位很有个性的老大爷, 将鲜鱼干刨成薄薄的一片, 吃起来丝毫不觉得硬, 反而很蓬松。 现在食材都买齐了, 就差熬高汤的昆布了。 昆布的味道是熬制高汤的重要材料, 新鲜的昆布熬出的高汤才鲜美。 将鲜鱼花和昆布下锅焯水捞出, 然后加心水下锅煮葱花, 也是煮汤的关键。 煮熟的乌冬面放入碗中, 将切好的鱼饼也放进去, 再放上葱花, 最后倒入高汤。 好吃又营养的乌冬面就做好了。 小景闻着香味从睡梦中清醒, 烧也推得差不多了, 多少有些食欲。 加上鲜蛋做得实在太美味, 一碗乌冬面没多久, 就被小景全部收入腹中。 出雪悄然而至, 第二天院子里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小景想起了上学时期, 和鸡蛋还有剑太一起堆雪人的时光。 玩累了还能喝到鸡蛋奶奶煮的疙瘩汤, 不管是雪人还是疙瘩汤都令人怀念。 起床后发现鸡蛋已经在铲雪了, 闭上眼睛听着铲雪的声音, 有一瞬间感觉回到了青森。 如小景所愿, 早餐鸡蛋要做疙瘩汤, 小景兴奋地大叫一起去厨房帮忙。 初春时期, 寿管又收了新的学徒, 一个名叫李子的, 看起来貌湿又开朗的女孩。 妈妈带着她一一介绍给大家, 每一个舞技在她那里都是美少女般的存在。 看到鸡蛋时不禁感慨, 好年轻的料理时, 她是个自来熟, 刚安一天就和所有人打成一片, 像是在寿管待了很久一样。 有了新人的加入, 也给寿管带来新鲜的气息。 白子最近在研究一个特殊的舞台剧, 想破脑袋的她决定致敬恐怖片之父, 乔治·安德鲁·罗梅罗, 设计一个恐怖主题的舞台剧, 为了给小景寻找灵感, 寄带陪她一起看恐怖片, 结果每到高潮部分, 小景就吓得挡住眼睛, 根本没有办法看下去, 更别说找到灵感了。 但经过一晚上的惊心动魄, 也不算没有收获, 她发现恐怖片里的鬼跳舞时, 都擦着地走路, 便去问教舞蹈的妈妈什么原因。 妈妈告诉她, 那是死者在回忆活着的时候跳舞的感觉, 他们没有办法抬腿, 只能滑着走路。 小景听后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该怎么完成这样的舞蹈动作。 不只是她一个人搞不清楚, 其他的舞技也没有任何头绪, 结果一场以恐怖为主题的舞台剧, 活生生被演成了喜剧, 连他们自己都忍不住发笑。 在大家的笑声中, 小景也迎来了第一次被宴请, 但由于紧张, 她什么都没有尝出来, 只觉得所有菜品味道都很淡。 回到寿博馆, 看到鸡带做的酥炸生蚝, 这才来了食欲, 一口气吃了很多。 还是鸡带做的食物更符合她的胃口, 经过几天努力地排练, 舞台剧终于有了进步。 所有人都非常满意, 只有鸡子一直在埋怨, 说自己的戏份太少, 不足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让她心里平衡一些, 所有人都哄着她, 越尊贵的角色戏份越少, 她这才消停下来。 为了犒劳大家, 鸡带做了味噌汤, 大家喝着汤又讨论起了自己的角色, 在舞台剧中的地位。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结束了晚餐。 自从鸡带和小景离开青森, 就只剩下祖母孤独一人。 好在健太在放学之后经常去小做, 陪祖母吃饭聊天, 祖母才没有觉得很寂寞。 鸡带一有时间就会给祖母记信, 说一说自己近期的状况。 总之都是一些好的事情, 祖母也为她找到喜欢的工作而感到开心。 其实准确来说, 鸡带并不是喜欢做料理, 而是喜欢待在厨房的感觉。 刚来寿馆的时候, 她就发现, 每天早上起来, 阳光就会撒在厨房的桌子上, 让她觉得像在家里一样, 更有种找到了归宿的感觉。 可在寿馆很多年的舞技, 贺子, 却还没找到自己的归宿。 她最近练舞, 注意力总是不集中, 每天都在感慨, 小景那样优秀的人还那么努力, 让她这种不优秀的人 有些无地自容, 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做一名舞技。 寿馆并不是她的归宿, 看着她这个样子, 妈妈也不忍心说出强硬的话, 毕竟每个人一生中 都在不停寻找着归宿。 找到的人是很幸运的, 最后贺子做了一个决定, 离开寿馆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祭带带着大家一起做了 马蜀红豆汤, 为贺子践行, 在青森是用来庆祝 迈向新生活的, 大家像往常一样围坐在一起吃饭, 没有离别的悲伤, 只有虔诚的祝福。 贺子收拾好包裹, 等着快递员来取。 当她看到新来的快递小哥时, 锦一眼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 时光飞逝, 转眼, 鸡蛋和小锦已经来寿馆一年了, 小锦问鸡蛋有没有后悔过, 毕竟来的时候是抱着要做武器的决心, 现在却在厨房里做厨娘, 但鸡蛋不这么觉得, 她总觉得自己就是会成为料理人。 用祖母的话来说, 无论是吃饭的一方, 还是做饭的一方, 启程的一方, 又或是送行的一方, 不能说哪个好, 或者哪个不好, 因为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 小锦终于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武器, 妈妈奖励给她一把扇子, 让她继续努力。 第一次独自登台的妆容, 是白子亲手给她画的, 白子告诉她, 严于绿锦是你最棒的才能, 但同时也会让人觉得有距离感, 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鸡蛋这个朋友。 鸡蛋早早就起床, 为小锦做了三明治, 是小锦最喜欢的蛋黄夹心。 小锦在万众瞩目和灯光下宣布出道, 父亲也来见证这令人激动的时刻, 他总算做到了, 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给父母一个交代。 小锦回到寿馆时, 已经是晚上, 大家都聚在一起为他庆祝, 而季带一直在厨房, 做好了炸吐司便等着他。 季带的一句欢迎回家, 让那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不见。 季带又何尝不是乐在其中, 他们守护着彼此, 陪伴着彼此, 往后的生活都会在幸福和快乐中度过。 如果心中有热情, 有热爱, 就能很容易地坚持并享受其中, 沉浸在快乐里, 感受幸福。 对人对事皆如此, 比如小锦的志向成为一名武技, 为了这个梦想一直坚持, 努力, 将自己变成最优秀的那个, 并没有觉得辛苦, 反而很快乐。 又比如季带, 虽然没有做武技的天赋, 但在做料理的时候, 他始终都处于一个快乐幸福的状态。 每天去商店街想着今天的菜单, 买到漂亮的蔬菜, 再将它们变成料理。 他每天带着笑容, 没有抱怨, 也不觉疲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说, 要去寻找内心真正的那份热爱。 季带做的美食, 没有惊艳的口感, 而是平平淡淡, 让人吃起来看起来很家常自然。 很多体现的是一种生活的热爱, 热爱集体, 热爱逛街, 热爱美食。 也许这才是料理人带给武技家的活力和生命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